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我欠大家一个道歉 很抱歉 直到现在才出来说话 这段时间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也得到了教局 也希望所有人不要像我一样 确实给大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我再次和大家说抱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